大家好,又是兄弟年10分钟加系列课程 时间,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天下网友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进制以转换的第三小节了 本来是两小节的,现在三小节了 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了 好,那么这一节里面我们给大家去来讲解一下 非常重要的二进制与十进制的这样一个转换 那二进制与十进制这个数值的一个转换是如何进行转换的呢 我们这里我们看一下转换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好,这里有个概念叫做按权相加 这个权 小白知道吗 权不清楚 不太清楚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 如果啊,假如说我们有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圆码 是吧 圆码就是二进制圆码 是吧 比如说这叫,是带小数费的啊 是1011.01 是吧 好,那么这个二进制,首先我们把这个数值呢 转换成这个二进制以后啊 转换成二进制,这个是二进制 然后我们需要还原成这个十进制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还原成十进制的话 我们是,权位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从这个小数点的左边第一位 这个一,这个权位呢 我们就可以看作是零 看作是零 OK 然后呢 紧正的往上 往左一个就是权位就是加一是吧 权位就是表示第一位是吧 权位加一 依此类推 零就是二是吧 最顶上这个一就应该是三对吧 权位就是三 好,那么它们之间呢 我们要把它展开 由当前这个数值啊 当前一,这是一吧 当前一这个啊 这个数值比较我们最顶上开始算啊 这是一吧 第一个数,是不是最左边这个是一啊 一乘以二 以二为这个底数 底数的权位次方 以权位作为二的这个次命 对吧 然后呢,去乘 然后就得出这个 最高权位的这个一个数值 然后一次累加 再加上一 乘以 哎,零乘以啊 是第二 这个第二位是零是吧 零乘以 他所啊 表示这个权位是二吧 底数还是二对吧 所有底数二 二到二次方 对吧 再加上第三位数是不是一样 一再乘以 二的 四四 全位是应该是一 一次方是吧 这全位是一吧 一次方 好,再加上最后一个这个一是吧 一的他全位是 零是吧 乘以这个二的零次方 是不是,二零次方 然后小数位后面怎么算呢 我们看啊 小数位后面是一 第一位小数位就是全位就是负一 负一 零乘以二的 负一次方 加上一 这个乘以二的负二次方 哎,这么来就加了 明白了吧 好,这样加完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展开以后 然后就得出这个数了吧 ok 一乘二的三次方 应该等于 八 对吧 八嘛 二的三次方就是八嘛 一乘八就是八 对吧 零乘以任何数字都为零 所以就八加零是吧 ok 一乘以二的一次方就是二 是吧 好 一乘以二的零次方 任何数的零次方是一 是吧 任何数的零次方都是一 所以一乘一等一 是吧 好,零乘任何数又是零 是吧 零 ok 然后一乘以二的负二次方 这应该是多少 四分之一 是吧 那么负数的这个就是 倒数的 呃 什么 平方 平方吧 倒数的这个二十方是吧 二十米 就是等于四分之一了 四分之一就是0.25 对吧 好,把这个数加起来就等于 11.25 哎,这么还原算的 明白了吗 哎,就是这个圆码 二进制圆码还原成十进制 就这么来算 好吧 这是这样一个转换方式 好,那么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呢 怎么算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公式啊 公式 整数部分是除二取余 然后逆序排序排列法 逆序排列法 也就是说啊 你看这个啊 我这里列出这个例子 比如说89 这除以二是吧 嗯 除以二 等于是吧 四十四 对吧 四十四 余一是吗 余一 然后四十四再除 二 在这里上二是吧 对,除二 然后等于二十二 余一零是吧 对,二十二再除二 等于十一 对吧 十一余一零 对吧 好,这是余数啊 十一再除二 等于五 上五是吧 对,上五余一 一 哦,一十嘛 对吧 余一 好,五除二 是不是上二啊 是,上二 然后余一 对 对吧 二除二 是一 一是吧 二除二等一 余一零 是吧 一除二 就上零余一了 对吧 余一了 是不是这样算出来啊 OK 然后以这个 这个取余啊 这个整数和余数这部分 然后逆序排序法 什么叫逆序呢 就是除了 是不是刚才从上往下降 除下来啊 是好,现在逆的反过来 啊 一 反过来知道了 这个零就忽略了什么 零第一位忽略了 是吧 就是一零 一一 零零一 嗯 对吧 哎,就这样算 那这这数就是89就等于 换成二人字就是 就是 一零一一零零一 对吧 零零一 除到 不能除为止 除到不能除为止 这样小数 是不是 这个是 实性子转换成二就知道 嗯 就这样来做 OK 好,那么小数位应该怎么算呢 小数位是 小数部分的话 乘二取整 顺序排列吧 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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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对吧 0.10这样乘2取整 乘了取整乘到最后是不能乘了是吧 最后是11了 这样的方式来去取 就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方式 明白了吗 哎这就是 这个十进制跟二进制的这个相互转换 小白明白了吗 我以前 去听的时候怎么转都转过来 听威哥一讲啊 我跟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呀 学着点吗少年 威哥在手吗 对天下我有天下我有 好 那我们的这一节里面就大概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威哥带你上路 记得是加瓦之路 下节再见